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們可以這樣子破壞冒帥氣血池 工程是負責我們工區的沒有錯 但是旁邊不是我們的 那是業主 到底是業主到的呢 還是廠商到的 我們要 對 我們要明確去了解一下 如果這些整個大街 廢棄物土共同衝到水戶去 大家喝的是毒水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南載溝是位於石門水庫及水區的 一條小溪流 由於這裡地勢低洼 四處都是泥濘 濕地 因此才被取名為蘭瑪糕 這個地方為什麼叫蘭瑪糕 就是說這個土地 它的河溝裡面那個土比較爛 就是比較爛 會流動 原有在這邊的話 蓋斑鬥魚啊 什麼這邊螢火蟲 很多很多 結果現在通通沒有 2003年開始 北區水資源局陸續編列了 大約三億五千萬元的預算 以生態工法的方式 分兩期進行男子溝的整治工程 整治的河段長度約七點五公里 男子溝溪的寬度不夠 所以說它有一段是瓶頸 每次颱風大雨來 台七線還部分地區地外都會淹水 其實主要是核大透寬 再來就是一個家境跟一個霸王之神 這個都是最簡單的工法 走進男子溝河岸兩旁黃土裸露 風一吹捲起滾滾沙塵 混濁的黃水緩緩的在男子溝流佈著 最後終將流進石門水庫 長期關注石門水庫議題的環保人士 林長茂 家就住在男子溝布景 他發現所謂生態工法的施作 卻讓男子溝成為一條人工溪流 然後這個河道這邊也沒有人 他把這邊整個堆那麼高 從土堤原本的差不多三米左右 堆到十幾米 然後去多堆這些土 這個萬一如果崩下去的話 把整個河道堵住的話 後面是不是跟前面都倒閉了 林長茂對於政府自己在集水區內 大搞破壞的行為相當不以為然 他發現男子溝旁的許多濕地 都被莫名其妙地填平了 甚至還有不明的廢棄土大舉入侵 這塊原本是石地 對 對 對 這原本都是濕地 一直到下面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子 他整個就是把它填了很多圖 我看七點多公里裡面有很多啦 有很多他回田的 去改變地形地貌的地方 都有這種情形 以前是磚塊瓦塊 那些工程廢棄的那些料 沒想到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有垃圾 有這些他們說的疑似是灰炸的東西 這個其實這個東西裡面 它這個已經蓋住了 但是你看到旁邊看得出來 那個通通是灰炸 來 都是灰炸 陳川成是北區水資源局的退休員工 他氣憤地表示 遭已多次向主管機關檢舉 男子溝的整治工程 又疑似回田廢棄土的情況 然而卻得不到善意的回應 十月初他更發現 砂石車一車接著一車的 運來大量的廢棄土 並且隨意地倒在工地旁 十月十一號 十二號 我就看到很多的 載了那個土的車子上來 那因為整個馬路通通是灰塵 那我就打電話給我們局裡面 跟他們反應 十月十三號早上 十點鐘 我再次打電話給我們賴機長 說這個他們都載灰氣土上來 盤管來處理 結果我等了十一點 十二點 一點 兩點 沒有動靜 我等到了三點了 快三點了 我看他們也沒來 我沒辦法了 我就排到百祈派的手 去跟他們報案 其實陳勤的就是我們退休的人員 那一天早上 因為大家都在開會 後來局長就打電話 其實我們下午差不多三點 因為我從我們去開會嘛 回來 就這樣就叫我派了他們一起來看 我一看到我就得了 很快就通報官報局 沿著河岸走這樣的被土現場 就分布好幾處 有的堆得跟小山一樣高 在被土中除了有廢棄的建材垃圾 還混雜著類似污泥 灰渣等不明物質 這個其實很難看 因為這個東西 只能說不是土壤 這個絕對不是土壤 只是說從哪裡來的 不是很... 這個東西比較少見 很少見 對 這個不太... 可能真的是所謂的那種 哪個地方出來的渣 10月26日 桃園縣環保局 委託公研院的研究人員 進行土壤以及廢棄物的採樣與檢驗 從現場廢棄物的形態與顏色 研究人員推測 至少有兩種以上不同的物質 而早在10月18日 環保署北區雞察大隊也曾經來到現場 根據採樣人員的經驗推測 部分廢棄物有可能是焚化爐的底渣 因此也採樣進行代曜新以及重金屬的檢測 檢驗報告預計在一個月內出爐 我們是在18號 我們是接到這個陳先生跟林先生的情形 那我們當天就派員會同去現場來查 那根據我們這個機場同任 跟這個經驗的判斷 這個廢棄經過仔細的想查之後 發現是有混雜 疑似混雜這個焚化爐的底渣 他流到水壺裡面去不只是混濁而已 他還會有代曜新跟重金屬的汙染 然後呢他影響的是新竹 是那個桃園竹科 以及大南北地區百萬居民的流水安全 那事實上我們20號也再次接獲程 我們請再到這個再次去查處 那發現在這個二級工程在5K處 就是發現有這個氣質眼蠻 這個處理零件廢棄物的情形 如果我們當時跟裴水局有訪問 裴水局有用一些官樣文章去檢測 我們也跟他講過 這裡面有很多廢棄物 廢棄物去措斷檢測的問題 結果他們一直都一直在迴避 有同業運營隊 那我們呢 北水局的願意 全力來配合檢測單位 希望把它糾纏這個到底 年雄是水壺 年雄是水壺 但是目前 因為是在 那個特案團隊 目前是暫步 咱不會影響水質 但是我們為了防範下野種 所以我們目前是用防範來加幹 在石門水庫集水區內 出現疑似文化爐的底渣 讓人不免憂心 我們喝進去的 究竟是什麼樣的水呢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 這項河川整治計劃 是政府的工程 竟然給人膽敢光明正大的 在工地惡意傾盜 不免讓人對政府的管理 失去信心 這個範圍就是 這個男子溝溪整治 那水平的這部分 大概我們有一名半的空間 是我們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去把它處理好 至於外面這個部分 那可能廠商也會跟業主這邊來租地 那發生這些 那這個部分廠商要負完全的責任 整個生態工法的話應該是 你用就地的材料 然後盡量不要去變更 那你看看我們這邊 所有的工程現在變成一里三次 第一我得到工程以後 工程進行中 我就可以賺一筆 然後我把它填高的話 是不是要去申請土方 再土方來又可以賺一筆 然後廢棄土的話或是廢棄物 你要再去堆質或是去土場 要給人家錢 可是我把它再來這邊就不用錢 又可以賺一筆 等於是一里三次 上游開發 下游遭殃 這也難怪石門水庫的泥沙淤積量 會年年往上攀升 目前石門水庫的總淤積量 高達九千三百五十萬立方公尺 占總蓄水量的百分之三十點二五 高齡四十多歲的石門水庫 似乎已邁入池暮之年 不過這些水除了石門水庫 水質是更加惡化 因為石門水庫的水要經過大漢溪 才來到板心進水場 最後在公寄台北線以及桃園地區 數百萬人停用 然而這十八公里廠的核斷 卻是險阻重重 在板心水場的上游 在燕山燕的上游 有太多的非法土製廠或是砂石廠 或是爛道的工業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 有毒廢棄物 什麼都到 到在水源區裡面 所以這幾年只要颱風好雨一來 雨水就會夾帶著大量的泥沙 往石門水庫與板心水場奔洩而去 一旦原水濁度過高 大桃園地區的居民 就得面臨停水的困境 從上游到下游 石門水庫及水區還有太多的問題 等待解決 2006年 立法院通過石門水庫 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 總共編列了250億元 來進行石門水庫的改善 與集水區整治 未來究竟將採取何種方式整治 是否又冒出許多不當的工程 令人憂心 現在整個台灣的治水條例裡面 有1000多億 包括石門水庫治理條例有250億 如果說不好好把住這個關的話 台灣的整個生態 包括我們的水資源 會完全瓦解掉 在走進南子溝 小溪潺潺 兩旁只有茂密 這是少數幾段未整治的河段 大自然用最和諧的方式 創造了真正的玉莓化 南子溝的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 在台灣還有許多地方一一的淪陷 仔細想想 在這一場惡疹男子溝的過程中 最後受害的又是石頭 作詞文章子溝的寶寶